他只有跟我約時間 他就在工作室 填一下單紙 所以男的手段都是一樣的 最重要的是 他約你見面的那一天 他以為叫你一定要穿女子高裝制服 知名主持人黃紫嬌 去年爆出強吻逼拍裸照 近期虧與受害網紅道歉和解 卻在檢方搜查時被發現 持有未成年少女不啞騙 且是偷拍論壇的高級會員 引發外界嘩然 吹哨者Zophia七號 在上傳了一名受害者K小姐的私訊 內容指控十多年前 曾遭黃紫嬌假借拍攝作品之名性侵 而現在網路也流傳一段過往節目的片段 女子爆料曾被黃紫嬌要電話 私約至工作室 讓在場的吳宗憲及大小S都大吃一惊 就是嬌嬌啊 曾經要過她的電話 嬌嬌嬌 好可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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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誰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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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S在掉人了 好大 不要吵啦 什麼時候啊 多久以前的事 內幕由她來講 好 冷靜下來 你不用怕 你慢慢跟我講好不好 好 你好噁心 那你 你還怕會有殺氣 好 大概一個月之內吧 為什麼 兩個在一起了 在什麼情況之下呢 其實是在攝影棚裡面 哇 其實是她找我去試鏡 她的公司啦 哦 是她親自跟妳要電話嗎 是的 跟當時跟妳要電話 情況一模一樣 好 那我可不可以聊天一下情況 因為她說 她沒有打給妳 結果她有打給妳嗎 有 她自己有 對啊 她沒有用 因為妳覺得她跟妳講什麼 然後她跟妳講什麼 她就跟我約時間啊 去到工作室啊 然後去填一下單紙 所以男的手段都是一樣的 最重要的是 她約妳見面的那一天 她原來叫妳 一定要穿女子高中制服 沒有 來 來 她叫什麼名字 怎麼記下人 她 不行 我不能殘害一個少女 但是啊 聽說 是凌晨三點多啊 幾點 幾點是很重要的喔 因為嬌嬌 大概就是那一段比較 小 幾點跟你要電話還是幾點去啊 幾點 幾點到了 要妳幾點 沒關係啦 講出來啊 一點半 啊 啊 打電話到你家 還會約你出去 到他的工作室 小心一點半 沒有啦 下午 下午一點半 結果已經錄用了嗎 那個模特兒的工作 我也不知道 妳想是不會的啦 他刚刚买一个录音带给我听 我也听了一下 要走这一行 新人是要牺牲一下 来别操 然后就后面都没有了 没想到当时众人在节目上开的玩笑话 现在回看却是恐惧至极 感谢观看